接下來要做平常考試會有一個提型 就是我畫一個電路圖給你 開始問你電壓 開始問你電流 開始問你電阻 我這邊要求各電流電壓 通過電池電流是所謂的總電流 還有病聯的所謂的總電阻 我次序是這樣子問 問電流 問電流 問電阻 你算的時候不見得要照自己算 你可以先算後面在這前面 算的辦法很多 我們第一種解法 第一個解法 我因為我兩個電阻都知道 所以我就有辦法用病聯公司求總電阻 所以3分之1加5分之1導數相加 然後15分之8導數8分之15 所以我就算出來總電阻 算出來所謂的總電阻 這是我用所謂的病聯公司去算 然後呢 因為我們的有總電壓1.5伏特 我們就有所謂的總電阻 剛剛算出來對不對 有總電壓 有總電阻就可以求總電流 我算出來是0.8安培 OK 所以我用總電阻去求總電流 我算出來是0.8安培 OK OK 好 那還有一個個電阻電流 個電阻電流我可以用算的 我可以用比的 因為我電壓相同 所以呢 根據R比I分之V 我的電壓如果一樣 電流跟電阻會成反比 所以我的電阻是5比3 電的就是3比5 就是所謂的上面跟下面就是這樣比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方式去求出來 用比的方法就算出來 它的電流有多大 這個我沒有用所謂的比化的公式 我是用所謂的數學的想法 所謂的正比跟反比 我用比的就把它算出來 這是一個解法 這是一個解法 可是我也可以有別的方法去解 好 病聯受總電壓相同 所以5Ω的電壓就是3Ω電壓 就是總電壓1.5Ω 那根據R給I分之V 我就可以帶進去 用5Ω的電壓 用5Ω的電阻 就可以求5Ω的電流 R給I分之V 同理 我用3Ω的電壓 用3Ω的電阻 我就可以求3Ω的電流 我就算出來0.5Ω 所以我就有每一個的分電流了 我有了每一個分電流之後 根據病聯公式 病聯總電流就是分電流的核 所以我兩個都是把它加起來就好了 所以是0.3加6 跟0.8 我就知道 我的總電流就是0.8Ω 然後咧 我要一個總電阻 總電阻 剛才我是用病聯公式去算總電阻 現在呢 我用總電流 用總電壓去算總電阻 對 再帶一次R給I分之1 或者是V給Ir 然後帶進去 就算出來 8分之15 我一樣把答案算出來 我幹嘛要算呢 我幹嘛要算呢 我為什麼要算兩個方法給你看 因為我要告訴你解題的方法不只一種 我們在第一個的時候 我是利用病聯公式 我是利用病聯公式去算所謂的總電阻 然後 然後 我這個是利用電壓電流電阻的關係 所謂的電阻的定義 V等於 R等於I分之V 去算我的總電阻的 在我第一次解一的時候 我就是利用所謂的 R等於I分之V 去算我的總電流的 去算我的總電流的 然後咧 我在解二的時候咧 我是利用所謂的病聯公式 阿 分電流知道 病聯就是分電流相加 算總電流的 這樣算算我的總電流的 在第一次 我是用比的 我沒有帶數學 我對不起 我沒有帶理化公式 我用的是數學想法 我們什麼正比阿 反比阿 我幾比幾阿 把它比出來 把它比出來說 我應該有多少 我應該有多少 好 第二次呢 我是用所謂的 電阻的定義阿 好 我首先我知道 我病人的時候電壓都一樣 然後我利用電壓 電阻去求 電流 R等於I分之V求的 剛剛跟你講過了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我要告訴你 特別 你話本來就這樣 特別是在電學 更是這樣 解題的方法不只一種 可以從電流切入 可以從電阻切入 可以從電阻切入 可以從電壓切入 解題的方法不只一種 看你對哪一個觀念 最清楚 最了解 最明白 你就用什麼去做 就這樣擠就對了 好 告訴你解題的方法不只一種 我剛才有個解一 有個解二 你還可以交叉 好 這個步驟用解一 這個步驟用解二 也都可以 都是可以的 重點是你有沒有弄清楚 理解 我們到底在算什麼 然後 去解決 基本上又用什麼東西 用一 用R等於I分之V 或者是V等於IR 用二 我們背過的串聯 跟並聯公式 我們有學過電流的 我們有學過電壓的 我們有學過電阻的 利用電壓電流 電阻的並聯串聯公式 得到我所需要的答案 這就是 希望你能夠理解 做了兩個解法 要告訴你 方法不只一種 看你對什麼觀念 最清楚 最明白 你就用什麼觀念去解決它 要告訴你 我基本上用兩個方式 用兩個途徑解決題目 第一個叫做 R等於I分之一 或者是V等於IR 第二個就是要用所謂的 並聯跟串聯的公式 OK